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等一下讨论的是 国民党到现在 到底没有比较强的牌 现在胡志强正在宜蘭 马英九马上要上台了 这个重要的选区 会不会有怎么一个反转 我们共同来讨论 所后到底每一个重要的 特别是一级战区 最晚的一个晚上 到底会是怎么样一个决战点 有没有像以前走路工跑出来 或者有人下跪在吹票 我们共同来守 那现在现场有七位贵宾 刘宜齐 胡忠信 胡大哥 谢谢大家 刘宜齐 资深媒体人 乃晶 大家好 沈富雄 沈医师 谢谢大家 国民党疫情的发言人 台北市议员 义梅 凯特 大家好 民政党李华议员 韦哲 大家好 时报中監采 弟弟 乃晶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老干言义齐 来 现在我们先看连线 现在一级战区 最紧绷的就是宜蘭县的 我们的记者 欣宜跟凯萱 现在都在两边的现场 我们前两位记者 守候在那边 跟我们讲一下 最新的状况是怎么样 欣宜 等一下走冠景 维护国民安全 好 今天晚上可以说 在吕国华这一个场面呢 待会会有所谓的 蓝银五大天王 都会来到现场 分别是 就马力强 还有王金平 以及吴敦毅 刚刚我们看到 其实王金平和胡志强 已经先来到现场 而吕国华 刚刚也在稍早几分钟前 来到了现场 我们来天岸稍早之前 这到底胡志强来到现场 是怎么说的 两个百七十一 这样很厉害吧 我们可以看到 胡志强在现场 是炒热气氛 他表示说 真的是吕国华 不太会说话 但是他做事绝对是一流 不过我们知道 目前马总统也在路上 正要赶到现场 而根据我们得到的 刚刚的最新的消息 是待会马总统 还是会强调 所谓的年轻人返乡 回到宜兰来工作 这样一个柔性的诉求 来达到呢 让明天整个投票率 能够提高的一个因素 我们也知道 待会这吴敦毅 也会来到现场 稍后任何最新的情况 会随时透过连线暴走 把镜头交给亭媒 好 谢谢心理 凯仙现在守候在 林兽前总部发 跟我们讲一下最新状况 凯仙 好的主播 蓝绿大对决 主战场就在 民主胜定宜兰 我们可以看到呢 稍早民进党主席 蔡英文呢 是抵达到了 罗东的造势晚会 要跟在宜兰市区的 马英九对雷 而这一次呢 他们民进党的诉求呢 就是所谓的 重返宜兰荣耀 让那个现场的民众呢 是情绪呢 是相当的激昂 而稍早呢 在另外一头的宜兰市区呢 更有这个竞选团队呢 他们是呢 大部分的 徒步的大队伍的 徒步扫街的这个进行 同时呢 这个前总组林一雄呢 也特别现身在扫街 队伍里头 让相当多的选民 是情绪呢 相当的亢奋 而这一回呢 这个蓝绿大对决呢 就在宜兰 晚上呢 目前呢 蔡英文呢 可以说是带着这个 竞选团队 还有助选团队呢 是在罗东呢 进行大扫街 就期盼呢 能够来疯狂的顾票 以上是目前 在宜兰最新撰谎镜头 交换棚内主播 好 谢谢凯倩 现在请教乃金 金锐进出了 所有天王都去了 现在宜兰决战点在哪里 宜兰的决战的关键 在返乡投票的人 这个估计大约有 2万到4万左右的 宜兰的返乡的投票 所以这个返乡的投票呢 对于现在非常胶着 而且非常黏的 两个的选情 黏得很近的 这个两党的候选人来讲 当然是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个陈定南的 他的这个妻子宜双 出来为他这个站台 然后来这个气宿 他过去这一段时间内 所遭受到 这个不公平的对待 因为之前的时候 那个黑寒的攻击 我觉得对于 陈定南的太太来讲呢 真的是一个 非常巨大的一个伤痛 而对于宜兰的选民来说 在这个4年前 他们把机会给了吕国华 他们好像欠了 这个陈定南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情 然后这一次呢 又透过了 这样子一个黑寒 这样子一个攻击 让陈定南的遗孀 也受到这样的伤害 我觉得在情感上面 宜兰人的确是觉得 他们欠了陈定南 那这一次 他不但出来为他站台 还交了一个 这么有象征意义的公示包 我觉得那个 重新把宜兰的那个荣耀 把陈定南当时 在宜兰所定立下的 那个基础 再拿回来那个意味呢 非常非常的浓厚 特别是 如果说大家看到 最近两党的竞选广告的话 这个 呃 吕国华这边呢 强调的是 他帮宜兰创造多少就业机会 多少外乡的人回来工作 但是呢 民进党这边的广告呢 是说 吕国华当政之后呢 宜兰看到的只有失去 他们同案节没有了 过去呢 觉得光荣感第一的 或什么 通通没有了 他都掉车尾 所以要找回宜兰人的尊严和光荣感 就呼吁返乡的人老来投票 我觉得这个诉求呢 是有用的 所以在这个情感的黏着度上面 显然是林聪贤的这个阵营里面 真的是占了上风 陈医师 现在林聪贤阵营是 列胜一筹了 对 特别陈定南的宜双出来辅选 又把公示报交给他 这是很高的高招 不是 宜兰县的胜负 但是这个选择 到此刻其实还各有不同的讲法 因为两份都蛮有权威地位的民调 其实这个结果 不能讲民调 你怎么想着我要讲什么 对不起 你怎么知道我要讲什么 善意的提醒 善意 善意 这两份民调现在是各有胜负 这样可以吗 好 你打架了嘛 你打架了嘛 而这个各有胜负的那个胜负 都不是说只有一趴两趴而已 但是所以呢 这个就跟乃金讲法 就是说 就决定于返乡的油脂 那个都还没有算在内 如果算在内的话 恐怕这个决定性 这个更拉开 更拉开 所以我到现在里面 还是不晓得谁赢嘛 对不对 所以我这样讲是可以的 但是总体来讲 其实宜兰县会选到这个程度 也不能说这个吕国华比较笨笨的啦 比较笨拙啦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本来宜兰就是比较偏绿的 而且他有他绿的传统 那上一次陈电朗会输 是因为国民党气势上来 而这次是退潮 那当他退潮的时候 就是勉强胜的县 就不容易保住他原来的政权 所以而且大家到目前为止 这经过这一个月来 大家的分析啊解读啊 蓝绿两个政党也不约而同的认为说 明天的解读就是说 谁赢了宜兰县 谁就是胜 就是赢 所以就变成众目聚焦的地方 好晚上一个最新的消息 一直在讲说 花蓮县长谢申三会不会去站台 刚刚他已经到张志明的场地去了 有两个很重要 第一个 这是不是很打了马英九的微信一巴掌 第二个 对花蓮险情会不会怎么样一个影响 因为这次张志明是民进党支持的 小英拉他的手 现在谢申三又去了 对险情有什么影响 等一下好好来追踪一下 那请教我们继续讨论宜兰的 问一下玉玫 刚刚显然 包括胡志祥打的是说 李国华国民党推草的人 就是比较老实嘛 对不对 马英九说他也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啊 可是人家公司报一交 怎么办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这样讲 宜兰我们听到两种声音 一种就是诚如刚才 乃京跟那个大佬在讲的 就是说 他原来的那个绿的基本盘 他们认为说 过去民进党带给宜兰很多的一个荣耀 但是不可否认的 其实地方上也有一种声音 就是说 是没有错 但是也因此 他们为宜兰失去了很多 当地可以就业的机会 他们为了维持 宜兰这块净土 可是变成很少有任何的一个就业机会 能够留住年轻人在这个乡土里面 所以才会让宜兰的外流 年轻的外流人口 这个流失了很多 所以这次我们从头到尾可以看到 李国华他主打的一个文宣 他其实就是说 我创造了多少的就业机会 我让很多在外面的人 现在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来工作 我认为其实这个对年轻人 其实返乡的一个诉求 其实有他的一个吸引力在 那事实上其实我认为宇宫华 确实很不会讲话 他想要很狠人说的 尤其今天他说那句人问他说 那你今天 总统 他说民进党有这么多人 帮林冲贤拉台 结果我只有马总统一个 人家问他一句说 那你觉得这样 马总统呢 他说这个不太够 你不觉得吗 我说实在是 你看他的意思应该是觉得说 他觉得是应该好像要 全部的人都来为他站台 只有总统牌 没够赢 没够用 可是他讲出来让人家觉得是说 没有用 没够赢变成没落赢 这样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你可以知道说 这个人有多老式 他不讲还好 越讲了把旁边那些 一路帮他的人也 做到给我们转腿了 所以其实我认为说 事实上这个其实胜负 还没有决定 我认为其实 还是有很大的机会 梅玉啊 看起来两边还是五五波 可是你看 李国瓦一个讲错话 对不对 口误啦 虽然他后来有解释 可是口误啦 那今天最致命的 最重要的一招是 陈定兰的遗伤出来的 我觉得 就是说这个选情 其实态势大家都 已经非常清楚 但是要打的是打什么 我们讲说返鄉 号召年轻的朋友回去 这是因为民进党 延续在澎湖 博弈公投的时候 他呼吁 跟公民团体结合 就是说 旅外的澎湖 年轻人赶快回去 救救澎湖这块土地 所以其实 宜蘭到底有没有就位机会 在旅外 在台北县市工作的 或在外县市工作的年轻人 他最清楚 为什么他们要离开 宜蘭到外地工作 是什么原因造就 他们一定很清楚 所以所有的票 还是集中在 宜蘭官 我们现在在地所有外面 那今天这个旅国华 就是说他施政好不好 宜蘭人最清楚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于说 其实 2001年的宜蘭县长选举的时候 吕国华输给刘索松 也七倍千票而已 2005年 吕国华赢陈定良 也七倍千票而已 所以这个选情会紧绷到这种地步 不是没有道理 所以现在谁都说不准 那一来一反之间非常紧张 几千票就可以翻牌 那今天 吕国华讲到说 宜蘭人来不够用 其实也想贏了 他投票的人是靠人民 宜蘭人没有投票管 宜蘭人只是拉抬他的身世而已 所以今天我觉得说 所有的指标就是最主要 是因为2005年 我们不要忘了2004年 因为有两颗子弹 造就了一个叫做子弹总统 没有真相 没有总统的一个 男军的愤懑不平 到2005年 我一直在强调 因为是高捷弊案 把民进党的气势打趴了 所以宜蘭那时候的选举 就说 两军对视之下 怎么会民进党执政 24年的一个 绿营的一个胜地会翻牌 那今年来讲 大环境对国民党的确不利 那到底 吕国华是不是 高亿人 会做事情 不会说的 宜蘭官民最清楚 所以明天才就知道了 所以 今天平安也最好 我希望不要有出任何事情 我刚才每一次 最后一页 大家都要守到最后一页 我觉得平安就好 所以委屈 你明天宜蘭大会的机会 蛮大的 我们就是要平安的 接收明天的生命 好 应该其实 我们其实不应该骄傲 我重新说了 宜蘭人都是很纯普 宜蘭基本上是个农村社会 那如果真的是 这个吕国华创造那么多就业机会 他失声满意度不会那么低 那第二个 他的宜蘭的民意调查 或是说他的行政效率 所以宜蘭人觉得很多失去 那如果说真的那么好的话 那今年返乡车潮 人潮不会那么多 因为人家还是在外地就业 所以我觉得其实 就业的人就是大多数 外地就业的人就是上班族 上班族当他回想 尤其民进党 所以我们自己最近在强打的 所以说 那如果是真的那么好的话 那上班族 你想想那个时候 那个风灾 光是宜蘭一天修改了四次 上课停班停课的标准 改了四次 满脸全都花 宜蘭人都骂死了 外地的游子看到也受不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宜蘭 你看到今天晚上看到公事包 可是宜蘭强调 之前他的那个广告是什么 他的一双破鞋子 结果破鞋子打不过公事包 我觉得还是 吴大哥 所以说什么 李国瓦如果要赢的话 现在看马英九最后一刻 去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办法再翻转啊 干嘛 纯粹从选举的技术面来说 其实民进党今天晚上 由这个陈立党夫人 把公事包传承给这个 林宗贤 我认为是高招啦 就像电影那个法贵骑兵 印第安那族突然冲出来一样 真的具有戏剧张力 约贵 电影翻作法贵上约贵 古犹太人打仗 最后就把约贵抬出来 大家就散了 因为你很难去辩论嘛 很难去再攻击啦 只能闪 只能折 这是历史传承的议员表 公事报你们记得 陈立党公事报二十几年 破破就真的公事报 我现在都回忆了 大家都印象深刻 这实际说我们上次欠陈立党一个人情要反了 第二点是林毅雄你看今天这三天一步一驱跟着林宗贤 他具有稳定力量啊 为什么为什么这三仙老官票出来吹出民进党在宜兰的基本盘 吹出来就够只要吹出来就好了吹票 因为他本来就绿大宜兰 本来就是有1981到200524年的执政的基本盘在那里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在这个选后 如果假设如果林松贤赢了那一定会刻意的解读教训马英九 这民党应该这样说为什么替明年底的资亚市再造势 在武席要战胜说 期望用刻意过度的解读来营造替明年的盛选打击 所以为什么宜兰县过去后三大家也没那么重视 为什么这一次突然突显为指标 我觉得在这里 因为双方不断的冲撞结果 就反而把宜兰县的胜负的指标意义把它更加突显出来 马英九一共包括今天晚上去已经是第十趟了 如果宜兰还是输的话就真的是教训马英九 可能连带影响到整个直辖市场是总统大权 宜兰变成一个black point 就好像说其他的大概都底定了 那就剩下宜兰是胜负的关键 谁拿到宜兰谁就赢了嘛 就变成这种这种情势 所以说创造议题出牌是民进党的强项 他这一次拿个公事包出来 移交给林松贤 林松贤 这个总比贵者在那边哭啦 子弹啦 或者是抹黑啦 或者这些东西 总比这些好 比较正面 我讲讲那个张朝宜 我过去在宜兰呆果 我记得他好几年前因为脑流开刀 开刀身体状况一直不好 他本身主敌是湖南人 他的父亲是警备总部的 当初他嫁给陈定兰 一方面又要做陈定兰的县长夫人 一方面又是警备总部的女儿 所以说他角色非常非常的微妙 也非常困难 这次站出来我是蛮意外的 但是我是认为了 民进党也用不着用这种方式啦 变成好像说我们现在聚焦在 林松贤好像就是说 他的卖点只剩下说 欠陈定兰一份情 然后把他老婆叫出来 然后拿个公事包 移交给林松贤 好像说林松贤是陈定兰的继承人吗 是这种意思吗 另外一个就是 他的卖点就是说 童丸节停办 童丸节停办的 国民党也没有做一个很好的议题 把这个童丸节停办的 那个严严本本把它交代清楚 而且你兰一节办得怎么样 也被人家攻击得一塌糊涂 所以说那个李国华呢 在执政的优势 你既然说已经击败过陈定兰的 应该势不可挡才对 趁胜追击才对 为什么会打成这个样子 这个李国华本身也要检讨 果不其然 你看看一个不解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场合 不经意的一句话 热出这么多麻烦来 表示说你的智慧还是有点问题 沈医师刚胡大哥特别提醒 宜蘭马英九去这么多次 又是这是最紧绷的地方 如果输的话 对马英九会有什么影响 不会 我从昨天开始 就给马英九打气 我说明天票开完以后 就把它摆到脑后 过去一年半做一个总结 那就要好好想 未来两年半要怎么治国 其实宜蘭的失败 他应该会得到一点心得 比如说这个李国华的民调 一直拉不起来 明年的关键点在新北市 那你支持的人民调拉得起来 拉不起来 那李国华比如说统万捷 把他废掉了 那就变成一个题材 就挥之不去的 那你现在喜欢的人 将来在新北市 是不是有很多 这样同类似的故事 让人家一直讲不完 我再讲一次 当马英九310当选的第一个礼拜 他就见了我 他给我讲要四合一五合一 我说总统那个不重要 你要好好想 未来的台北县怎么选 整整一年半前我就讲了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马英九明天选完以后 要开始想如何处理民进党 如何处理共产党 如何改革自己的国民党 还有想想新北市 就把宜蘭县的 如果不如你的所愿好了 我们讲书喔 如果不如你所愿的话 你不要太耿耿于好 马英九马上就到宜蘭了 我们看他有没有排开 可以再翻转了 因为民进党已经出招了 陈定党一中出来站台 而且递了公事包 另外今天晚上一个最新的发展 是不是打了马英九 狠狠一巴掌 现在本来说不会去站台了 现在去站张志明的台 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张志明是小英 举手民进党支持的人 我们等一下要讨论 马上回来